看你的手 浪著小火 看你的手 對你膽補 看你的手 走咱的路 看你的手 走艱苦 看你的手 走咱的路 大家好 我叫艾拉來自俄羅斯 大家好 我是檸檬 檸檬從艾拉走出來那個氣勢 而且找得又好漂亮 來台灣多長的時間了 差不多十二年了 十二年喔 是什麼樣的機會來到台灣 選擇台灣呢 我姐姐有機會去中國那邊留學 然後就是在那邊有認識一些台灣朋友 是 我也剛好在那邊跟他們就是認識 我覺得台灣人真的很Nice 然後我就對台灣就開始有興趣 等於也有過來這邊念書嗎 念大學 念大學 就是剛好有機會拿到台灣政府的獎學金 所以來這邊讀書 艾拉不只覺得我們台灣人很熱情 也很喜歡在我們台灣旅遊 我自己去過很多很多地方 哪裡你是最喜歡的 我最喜歡的是台灣的 台魯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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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說台魯閣 花蓮 你去的那邊多少次了 差不多七八次吧 然後我爸爸媽媽也來台灣的時候 我也特別帶他們去 你看看喔 他來台灣這麼長的時間喔 其實他愛台灣也不輸我們喔 真的耶 那可以隨便講都講出好幾個台灣漂亮的地方 聽說冬天也會特別往下跑 對 因為我爸爸媽媽幾乎每個冬天 他們都會來台灣避環 俄羅斯太冷了 真的太冷了 他們受不了 俄羅斯人都受不了 所以他們幾乎每一年都會去墾丁那邊 去墾丁 對 墾丁休息 對 俄羅斯通常你們的冬天最冷 平均溫度都大概是多少 差不多零下三十度 而且聽說他非常喜歡吃一些甜點 對 因為其實我們在俄羅斯 如果你想要在外面去吃飯的話 就不太方便 對 太冷了 所以我們幾乎都在家裡吃 自己煮自己吃 對 所以我小時候就跟媽媽學一些 在廚房就是學她的 料理 廚藝 對 功夫 所以就那時候有很喜歡做一些甜點 甜點 對 第一次來都不會空手來 都會帶一點東西 有 有 對 謝謝艾拉 有準備蛋糕 這個就是我今天特地帶來的俄羅斯手做蛋糕 沙雞果檸檬口味 沙雞果 對 對 沙雞果 因為我們在俄羅斯有很多沙雞果 然後經常都用可能做甜點用的呀 或者果醬用的 那我特別就是做出一個 加蛋糕就是加檸檬的口味 我覺得酸酸甜甜的 口感很清爽 而且我覺得不會太甜膩 所以剛剛好要帶一點酸 因為俄羅斯的甜點其實都比較甜 但是我盡量 因為知道台灣朋友都不太喜歡吃太甜的 所以盡量挑一些比較不要那麼甜 然後這個是松子酥 松子酥它 它 它就是 那個 阿拉等一下 你畢竟是早兒子的人 你吃東西比較好看的好不好 你吃得這樣 客觀了 我是趁人家沒看到的時候 誰沒看到 大家都看到了 真的很好吃耶 而且很爽口 人家要介紹第二個東西啦 那個是什麼 松子酥 松子酥 對 不過這個我怕可能會 口味可能比較重一點點 就是它比較甜 很脆耶 脆脆的 艾拉用的食材都是純天然 因為自己要吃嘛 然後有個朋友要吃 所以盡量都是白放白就是純天然的原料 純天然最健康的配料 可以安心的吃很健康 我們認識艾拉的 畢竟是歌唱比賽 這個唱台語歌的部分 我有點替你擔心啊 台語歌我也是第一次唱 第一次唱 真的是大挑戰 真的 但是我私底下有聽過艾拉唱台語歌 我覺得是非常OK 非常標準的 真的 因為他有在直播 我看到直播 我就說這個女孩子 唱歌很好聽 那你會留言請他來比賽 我請我們的工作人員跟他聯絡 所以他本來要來參加我們的偶像組啊 對 但是那時候很可惜 我去俄羅斯就沒有機會來 現在就時間到了 養分就可以來這邊 我覺得緣分也是這樣 那接下來是不是就要正式的進入比賽了 兩位帶來什麼樣的歌曲 我今天帶來的是 看我的手 那孟宗老師 帶來 歡迎第一回合的比賽 拜拜 拜拜 我愛你 你的手 從來 教練 你 教練 你 教練 教練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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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你一周 取禾坊 看你一周 丫头 看你一周 丫头 睡了不等 呜呜呜 我亦看完手仁骨头 一半都尼北条街呢 我亦看完手仁铁铁铁铁铁铁 水连路途铁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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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谢谢艾拉